疫情冲击下很多领域面临裁员倒闭潮 而在水龙地区有一群在巴沙工作的人 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工作了 他们就是外籍劳工 是的 吉隆坡市政局和雪州政府相继下令 禁止外劳在巴沙工作 那这些离江被井的人就顿时丢了饭碗 完全没有收入 生活就陷入了困境 没错 云西甚至要向朋友借钱才能够过生活 而他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天天站在巴沙外等 希望能等到一个工作的机会 顶着烈日站在树荫下 这里是吉隆坡批发工市旁的商业区 三五成群的外籍工人一早就站在这里 而他们有些一站就是一整天 自从雪龙地区禁止外劳在巴沙工作后 这群每天在市场打拼的工友 顿时被拒于门外 无处可去 也求助无门 这个吉隆坡批发工市的排方距离 很多外籍劳工住宿的地点其实只有几步之遥 以往他们进出这里工作都不曾面对任何的阻碍 但现在政府突然禁止他们到里头工作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没有任何人帮忙 他们现在每天就只能这样站在外头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工作机会 等一个希望 但是他们每天却依然是只能望门心探 这扇门将他们求温饱的希望狠狠割绝在外 被迫停工的他们 有些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 他们说现在就算有护照是合法的身份 也无法在巴沙内工作 像这样顿时失业的外劳有大约一千人 他们从事的工作因为薪水低又辛苦 几乎没有本地人愿意做 但雇主就算想聘请他们 政府也不批准 丢了饭碗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但他们却还得付房租 有些还有小孩要养 目前只能靠储蓄或向同乡借钱过活 绝望的他们甚至认为 如果可以 他们宁愿回到自己的国家 虽然有舆论担心大批外籍工有失业 恐怕会衍生治安问题 但长期关注移工课题的时事评论员唐南发认为 在这疫情当前的时刻 外籍工有失业后可能引发的防疫破口 比治安问题更加棘手 那如果说当局还是坚持要不断地取缔的这些所谓无证的工人的话呢 那我的担心是他们因为害怕不愿意前来就医 或者是他们感觉到有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症状 可是呢不敢出来这个就医 因为害怕被抓 那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呢就躲起来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又把这个病带到别的地方去 唐南发认为既然这些工作本地人大多不愿意从事 政府不妨有系统的处理外劳课题 既能填补我国建筑 种植和服务等领域的职务空缺 又能从人道角度解决外劳的困境 我们首先要给他一年的这个时间 给他这个这个什么所谓的在地合法 然后在这一年时间里面 如果说你七八个月已经达到差不多成效 你可以提早结束 但是你确实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让他们去有这个信心出来 接受这个检测 或者是他们出来注册 就是成为合法的这个工人 再来我们接着把这些工人呢 再把它配置到不同的产业去 唐南发也认为疫情当前 我国政府必须确保资讯流通 将防疫和检测资讯 翻译成外籍劳工熟悉的语言 做好防疫宣导 避免外劳群体成为防疫隐忧 八度空间杜文杰 吉隆坡报道